亲爱的弟兄姐妹 创世纪44章30节 在那里描述雅各的儿子形容自己的爸爸的生命 跟弟弟变雅敏的生命紧扣相连 他们俩的生命有如同体的孪生子 切意不可 没有变雅敏雅各就活不下去 这样的关系表面看来很感人 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 做妻子的逝去的丈夫就要跳楼自杀殉情 其实丈夫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已经抛塌而起 做父亲的孩子死得天天以泪洗脸 忧意而终 其实孩子多么希望父亲能坚强的活下去 我们生命中往往会紧紧的抓住一些人或物 无法放下我们称之为自作或拜偶像 所谓的拜偶像是指将生命的重点挫制于今世的人以物上面 将这一切视为神明 有人嗜财奴命 一旦嗜弃财富就如同嗜弃了生命 因此每回金融风暴发生后 总有四亿的富豪亲身因为偶像破灭了 其实人人都知道财富潜力名望并非万能的 甚至知道拥有后往往也会叫人士气自由 就如印度大文豪泰戈尔所说的 鸟的翅膀上若细着黄金 就永远不能再于天上自由地翱翔了 然而为什么人人都无法放下呢 有记者羡慕地问 季美燕以财富以一生的国际影星 伊丽莎白泰来 你真好财富名利都有了 他简然回答说 我没有明天 恐怕这正是他成立于今生今世奢华生活的原因吧 他常常悲伤地表示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独最痛苦的人 他曾因寂寞过度的忧郁而自杀了一次 也曾前后动过了七十次的手术而饱受折磨 而在婚姻上 他八次失败收场 让他承受莫大的痛苦 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仅能抓着今天 没有永恒的人只能重视短暂 当人紧紧握住今生的财富名誉 很不幸财富名誉就反过来紧紧地握住他 正如同体的完生兄弟 彼此无法分离 基督信仰 这要我们从基督的救赎中得释放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不受任何的人以物所奴役 同时在自由中活出爱 在爱中活出盼望 而另一方面 又要蒙救赎的人从永恒看今生 对我们而言死亡并非终点 永恒才是我们的盼望 在永恒中要向上帝交战 是我们的愿解 这盼望与愿解 成了我们的依归 人生将变得洒脱 就由于放下那残累我们的罪了 对基督徒而言 所谓的盼望 是指在基督里看见那世人看不见 或是看见现在还没有看见的 世人也有盼望 然而此事的是短暂的 一经视线后 就是盼望的终结 是以人为本的盼望 而基督徒的盼望 这是根据神信实的属性 又以神的工作以应行为依据 而生发的盼望 比如说 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 进迦南的座围 显入他的大能与信实 而在这位上帝里面 肯定了我们的盼望与信心 亚布拉罕因着上帝的应息 他平信离开熟悉的家乡 和亲密的关系 望应息之地前进 应着盼望与信心 他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克里 是积极的 同样的 今日的我们 由于盼望 并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我们就由于放下 或轻看此事的 荣华富贵 以享乐 轻轻松松地 奔跑天路 而不自主于 要拥有此事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